好,正常队伍女拔木 为何还不惯小城墨白夏天 不是特别眼熟 如果是眼熟的队伍我们切进来第一时间可能就能判断出来对面是哪个服务器的 虎阵打龙阵小克,对面小克和观战方 虎这个阵型没有速度外,观战方龙阵拿了全场唯一的速度外 给了宝阁的方寸踩,这个位置 所能够带来的速度加持应该只有10%,但是只有10%也已经够了 对面的方寸山很难去跟观战方抢速度 半卡的夜宵迟一点吧,我很少开半卡夜宵的 因为的话,除非是很多兄弟们空刷粉丝徽章给我 否则我会尽量把注意力全部都放在PK里 有些老板认出来对面的服务器 说是橘子舟的队伍 这场PK的阵容可能会非常的像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除了法系的门派不一样 其他的门派可能是一模一样的 对面的盘寺不错 踩防御位置比同样踩防御位的盘寺要快 花生寺的速度也能卡在宝阁的花生前面 那这样子,对面的这把虎阵 其实它丢失的速度也仅仅 目前我们看到的也仅仅只是 全场的丰麦一速而已 全场10个单位的速度和门派已经确定 咱们用语速放慢的形式解说一遍 宝阁道方寸一速 对面道方寸二速 对面道盘司三速 观战方盘司四速 对面化生五速 观战道化生六速 主战方道花果山七速 对面花果山八速 女拔木九速 观战方神灵十速 那这样子的情况 到位之后 后面如果出现 有隔阵 位置不动速度不动的话 我们就能知道是否是 向里藏刀所导致的 应该是有一些味道 论阵容 论目前版本的阵容的话 对面这套阵容可能会比 观战方要好很多 但是对战方没有一速 想要赢这场PK突破口 肯定得在全场的 凤麦一速 目前倒地的这个单位身上 会有更多的 盘司多的落花仇泥 给到观战方的方寸才行 把他方寸起来 一丝血 这么早应该不用喝酒 不用喝酒 被动起的分身吗 当方寸山这个门派 血量非常残的时候 他是有一定概率 不对 有一定概率 被动起凝神的 就是可以让方寸山 自我提高封一命中率 因为PK非常的早期 所以观战方这边并不虚落 没有让自己一速位置去喝酒 打算是让飞满人心的话 生死慢慢地来给自己的 龙丝位置进行恢复 当然观战方也并没有 那么的嚣张 方寸位置还是适当地 走了一个分身 抵消对战方一次输出 以免被守失 能够更加快速地 把女拔木身上的蛇 或者是牛叫齐 这会是橘子舟这场PK 最大的一个优势 一个龙丝位 一个虎头位 对面花果山的数据 应该也不会让人太失望 造了一个绿化 物理的速度应该是没有必要去抢 并不是特别关键 如果要抢速度的话 可能凝制术已经丢了 然后我们看到的是 对面的女拔木再丢放下 图刀 这位置丢放下 其实是有点浪费的 兄弟们 因为当务之急 对于对面而言 它需要让女拔木 把自己作为张腕系 法系 所要做的工作先做到 如果只是一头蛇 当这头蛇被清掉的时候 当对面场上没有换魔的时候 那么对面女拔木的作用 是没有关键方 神木临来的Garden 第六个回合 关键方这是要搞事情了吗 这么早 一个大死亡 滑到了对面的虎头位置 这刀刀头真的是搞事 还好 这把当头一棒直接触发了宝库 古迹神木灵 就算丹苗也死不了 别说是群苗的 群苗给了把风卷 四千未死 大死亡当前中 并没有当前死 而女拔木的话 也意识到自己去丢放下 图刀有点浪费 刺一个回合之后 马上去叫了蛇了 也是打算让自己 能够在六个回合之后 再叫一头蛇出来 有一些晚了 因为当前的蛇已经被清掉 所以对战方对面是无法做到双蛇成型的 六位有一丝可惜 我暂时问题不大 保证自己二速位置都分身就可以了 就现在我们看到的 宝阁这边的一速方寸 封印对面二速方寸的这种 行为 不要过多的出现 对于对战方而言 还是非常的稳的 OK 出发了齐天 关键方方寸再次倒地 这场PK打到七个回合 橘子周那边没有死人 反而是宝阁这边的一速方寸 全场的丰麦一速 死了两次 这个可能就是 女拔木相对于神木灵而言 早期所能带来的一个优势 花果山在早期显得无力 他并不能够 但挑起大梁 所以张幻系法系 可能目前暂时还会是 还会是PK的主流 然后对面指挥非常的舍得 把自己的宝宝换成了六个怨灵 你们发现没有 非常的有套路 大死亡有四个位置 现在这个大死亡应该可以过渡掉了 要一次性叫六个怨灵 往往都是为了达成两个目的 两个当中的一个 第一个目的是防守 同时叫出来的小怨灵六个 而且他这样子牺牲叫出来的小怨灵 他的血量会比平常的小怨灵要多得多 第二个说法是攻击 因为我们都知道 女拔木去走群秒的时候 他是需要小怨灵在场上的 然后你同时叫六个小怨灵的时候 他足以供应女拔木连续的群秒 不知道对战方想的是哪一种 不管想的是哪一种 现在对面花果山已经死了 他都得回归防守 而不能够继续 来给关键方造成压制 现在关键方其实缺的不多 只需要一个火血就够了 而这个火血是给全场一速方寸的 假使对战方那边还能点死关键方一速一次 那这个时候关键方可能真的要喝酒了 好的再死一次 第九个混合 如果今天晚上你们看到最新的群雄逐鹿的正式赛里面 有个别服务器打到的对手非常的强 打出来了来回 你们可以在我这边点拨 在我把宝格的剑会拨的差不多的时候 应该是非常的短兄弟们 拨的差不多的时候 我们会去拨两场你们所点拨的群雄逐鹿 等到打到淘汰赛的时候 那么群雄逐鹿每一场我们基本上都会观看了 正式赛的时候的对手 实力可能还是有一些双刺不齐 会出现很明显的硬件差异 那看起来就没有意思了 第十个回合 关键方带着齐天神通的神针汉海 有很大几率触发法联 法联了 两把神针汉海 再加上神木灵的群苗 我发现我直播间今天很多兄弟 一直在说文歌打的群雄逐鹿 打得非常好看吧 你们的意思是打得非常好看对吗 天玩竞技那场我是肯定会看的 因为点拨的兄弟很多了 就紫金城那个队伍 文歌的队伍 直播间也挺多兄弟说的 但是我不知道精不精彩 还说只是文歌的粉丝想要看 第十个回合 打前期的速推流 米拨木明显的话是 会显得无力一些 那好的 导致的速推 其实如果是我指挥的话 我打PK 在几方有女拔木 对面有神 只是神木灵的时候 我会尽量的去交换木 越多越好 因为这是一个观战方 这个队伍的薄落点 你要是跟观战方对面伤 可能是打不过的 因为神木灵前期 几秒的数据 群秒的数据 清场的能力 肯定会远高于自己的 女拔木 那就相当于 以笔之短 以自己的短向 去跟对面的长相去打 PK出现目前的情况 非常的正常 其实观战方 这场PK的方寸山 并没有特别的舒服 即使他拿了 全场的风脉一锁 全场PK的表现和作为 非常的有限 当然我们不能说 对面打的不行 因为对面呢 他的这种选择 可能是为了 反向的速推观战 他不想要打久 或者说是 觉得打久了 没有机会 所以是想要 趁方寸位 方寸山倒地 让女娃们更多的群秒 万一不小心 观战方再死一个 对面可能就会 一发不可收拾的 叫徐民真言 夺得这场PK的 一线生机 RD是二个回了 对面没有一速 看他怎么拉式 AA拉了B 观战方没有手势 因为拉的是 自己速度最快的单位 所以这个位置 他是可以 卡着速度 再去拉几方的队友 让队友 再次出手 对面没有 防守拿起来 先催眠 催眠没有劲 那应该是结束了 兄弟们 结束了 这只地厅 向来露个脸 直接被一只顺法带走 主战方 这边没有地府的孩子 对面还有两只 隐身宝宝 还可以站一会儿 团队没有地府 不能起眼 没有地府的孩子 不能起眼 现在的虚密真言 基本上 基本上 除非是 打十八门派的时候 你们看到的虚密宝宝 否则基本上 都没有高级感知了 最近PK有两个技能 你们几乎已经绝技了 第一个技能 就是高级感知 还有一个技能 是高级驱鬼 在曾经有一段时间 隐功时代 和鬼魂杀人力P时代的时候 用的非常多的 两个辅助技能 而最近已经 很久很久 没有出现了